歡迎回到第十二集的《只要有電影》的第二節 這一集我想跟大家講的電影就是最近很熱門的沙丘寒戰《Dune》 上一節其實我們就開始想trace back 看一下 這個那麼出名的所謂經典的科幻小說 為什麼在過去超過半世紀改編的電影版本或電視版本 都這麼艱難 甚至是出來的效果都是不理想的 上一節我們就講到七十年代這部電影是交了給一個智利導演 叫做Alejandro Jorodowski的手上高 他動用了一個鑽石的陣容 無論是台詞幕後都好 想把這部電影拍成一部超過十小時的電影 結果胎死腹中了 時間到了1976年 就由另外一個歐洲意大利的跨國大製片家買了他的版權 這個製片家叫做Dino De Laurentiis 如果沒有錯 他應該是歐洲第一個成功打入了荷里活的製片家 他在歐洲已經拍了很多藝術片 他是商業與藝術並行的 譬如就算是費里尼亞這些出名的藝術導演和他拍過很多電影 他買了一個版權之後 他最先找回原作者Frank Herbert寫劇本 Frank Herbert寫了差不多一年多時間和他寫了一個劇本 出來都175頁那麼長 換句話說接近三個小時 但大家都希望不要那麼長 然後他再找了兩個當時比較年輕的導演 也是編劇去合寫 去改編這個劇本 這兩個人 一個叫做Ridley Scott 另外一個叫做Rudolph Worslitzer Ridley Scott 大家今天都很熟悉 他後來拍了異形 拍了2020 Blade Runner 還有很多很多我們都很熟悉的電影 拍到今天他應該有80多歲 還是很活躍 他們兩個就一直寫一個劇本 都寫了兩稿 但Rudolph Worslitzer其實都挺出名的 後來他也和《深不經拍》有合作過 反正寫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Ridley Scott就決定退出 退出的原因是當時第一 就是他哥哥Frank Scott Frank Scott就死了 令到他有點打擊 另外他覺得這個劇本真的很難寫 再寫下去他覺得需要差不多兩年半的時間 就開始沒什麼耐性 跟著他也有很多提供 所以他就決定要離開這個電影 跟著他很快就拍了異形和Blade Runner 很成功 結果這個電影又變成懸空 就由Dino De Laurentiis的女兒 Raphaela De Laurentiis去接手 那時候Raphaela De Laurentiis 看了一部電影叫《匠人》 很喜歡這部電影 和導演叫David Lynch 找了David Lynch去做這部電影的導演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覺得David Lynch會適合 因為有個匠人 奇形乖狀的人 就覺得他也適合拍科幻片 但當然《匠人》不是一個科幻片 David Lynch也是一個 我們現在大家都叫做怪雞導演 事實上他的風格也相當偏離主流 甚至是挺怪奇的 始終《匠人》也很賣座 也評論得好 甚至如果今天看回來 應該是David Lynch最傳統的一個劇情片 David Lynch其實當時也有很多提供 其中一個提供是 《星球大戰》的《帝國反擊戰》 但在兩者之間 結果David Lynch就選了《Dune》 為什麼呢? 我相信可能因為《帝國反擊戰》是一個續集 兩套都是科幻片 他就選了這一套 他就開始找人一起合寫劇本 也都是合寫了兩稿之後 再自己寫了五稿 換句話說 總共寫了七稿才決定開拍電影 這件事我相信是造成日後 為什麼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小說是 所謂的unfilmable的其中之一 好像不單止他改編的過程 有這麼多的波折 也都是劇本 搞來搞去都搞不定 搞來搞去都好像很長很長 這個當然也是因為原著本身很長 Anyway David Lynch寫完劇本之後就繼續開拍 David Lynch找的卡士 在當時來說其實都是大卡士 他首先飾演Paul Ocratus 這個男主角 今天Timothy Charlemagne這個角色 就是一個年輕的演員 叫Kyle McLachan 其實是他的外仗 後來這個Blue Velvet 還有一兩部片 都是由他主演的 很多人都覺得他很英俊 當然他算是英俊 Anyway 找了他做主角 環繞著他的卡士 有路有亂都是出名的演員 包括做皇帝的Jose Vera 就是一個荷里活很老資格 甚至年輕的時候拍過很多歌舞片 一個知名的男演員 有新進的男演員叫Brad Dureth Brad Dureth 剛剛拍了《午夜快車》而成名的 後來他也拍過一部電影 就是Milos Forman的《飛躍風人員》 演技相當好的一個年輕演員 另外一個很知名的意大利女生 來參演的就是Sylvia Magano Sylvia Magano就是拍過很多廢利尼的電影 拍索利尼的電影 又譬如維斯康提的《死在威尼斯》 他飾演那個很高貴很優雅的那個媽媽 新進的女星Shawn Young 我們中文叫做桑欣 他其實是剛剛拍完Riddy Scott的《Blade Runner》 就是當時走紅得相當快的一個女星 這些都是那個戲的卡士 攝影師就是David Lynch合作 就是象人的攝影師 叫做Freddy Francis 整個戲拍的時候 就開始陸續傳出 David Lynch和Raphael De Laurentiis 就產生很多的磨擦 很多的衝突 拍完整套戲之後 他的最後剪接權 就被Raphael De Laurentiis拿走了 聽說是剪到他 很多人都用支離破碎 這個東西去形容 甚至David Lynch很生氣 不肯承認這個作品 所謂disown了這個作品 是不是很支離破碎呢 其實我們今天回到頭去看 我又不是覺得 所謂支離破碎 其實他很完整的 特別在序事方面 他說的故事 可能節奏上高 那個起伏不是很平均的 甚至正如我們一直所說 因為電影的內容這麼龐大 所以其實要交代 因為電影到最後 其實他完成的時候 是137分鐘 兩個鐘頭零17分鐘 不是很長的 跟現在差不多 這個沙丘漢戰甚至是 接近兩個半鐘 都只不過是一半 所以在交代方面 難免是有一點點速的 當然也不知道他剪了什麼 Anyway 這個戲出來的評論 也不是很好 也因為這個衝突 David Lynch 是否定了他自己的credit 所以這個效果 在宣傳上高 成為一個很大的反效果 結果慘淡收場 他這個聲明狼席的一個標誌 甚至成為我們日後很多 無論是評論也好 沒有觀眾也好 都是一個所謂的stigma 你撕都撕不掉 就像一個終生的印記 就算你沒看過 都好像知道這部戲是垃圾 又或者甚至你看 因為抱著這些印象 看幾看 例如我看到很多 今天網上高的一些 年輕的評論人 或者讀者 他都說 哎呀我看到不夠十分鐘 我就失敗了 我就看不下去了 是否這樣呢 接下來我們會說的 Anyway 這個就是David Lynch的版本 一直到2000年 其實Dune 才被搬上 今次不是銀幕 而是螢幕 被搬上電視 電視比較好 因為雜數相當長 那時候流行的 所謂的mini series 其實不是很長編的 但比較中編的 大概是六七小時 可以用 分了六七集的播映 由一個英國電視台 是美國電視台 一個Sci-Fi Channel 就是改編的 這個版本 其實也看了三分之一 其實挺受歡迎的 甚至是Sci-Fi Channel 即是頭三甲收視率最高的 mini series 製作也不頑皮 尤其是他的攝影 他找了Victorio Storaro 來擔任 Victorio Storaro 可以說是 當今的電影攝影師 我想他敢叫第一 敢叫第二 都沒有人敢叫第一 因為他的 無論是貢獻 或者他的作品 的確是相當相當輝煌 包括很多人認識的 The Last Emperor 即是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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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拍過很多Bertolucci的名作 包括1900 The Last Tangle in Paris 又或者他最近期 一直跟Woodie Allen合作 可以說是名作無數 所以不能夠稱之為 流的製作 也是相當嚴謹的製作 這個版本其實 評論是不錯的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 後來也有改編做 有拍過續集的 也有改編做一些遊戲的 為什麼拍續集呢 因為Frank Herbert 後來也將Dune 這個故事 繼續寫了五本的續集 一直看 到了今天 今天重新搬上銀幕 而且 又是用大預算 用大的卡士 新一代的卡士 去吸引觀眾 這個大致上 就是Dune整個電影改編的過程 我覺得 真的很多故事 聽起來 如果你知道這些故事 其實你真的會有很大的期望 甚至你未必看過 甚至你未必看過 特別我相信 是因為 Jodorowsky 那個紀錄片 和Jodorowsky 事實上 亦是一個 魔幻寫實 這個傳統 這個類型的電影裏 他也是一個首位子 所謂公認的電影作家 所以 種種的傳說傳奇加起來 就令到這個戲 大家對這個戲 對這個名字 甚至 那個期待 或者是想像那件事 是很大的 但是 到底是怎樣 現在新版本出來 是否真的符合到我的想像 又或者 到底Dune是甚麼回事 我覺得真的需要去 再嚴格一些 或者再深入一些去探討 Dune是甚麼回事 應該是我們下一集的內容 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subscribe 同時要按那個小鐘 也可以follow我們的 Facebook專頁 包括我自己本人的專頁 和 只要有電影的專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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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